然后就在印尼那边主动卖玻璃 吓死了 我爸就说那他身体这样不可逆 但是他想要把这个好的东西 他吃好的东西推广给更多人 结果他就抽到了 自爱爱人爱一切众生 然后自救救人救一切众生 然后因为我有趣嘛 我就抽到承担起责任 听说药师佛手上拿的就是 油干果 表示其实油干果已经在帮助人的身体健康 行之有年了 很多人都以为是油 可是其实它是一种水果 它不像一般水果这么好吃 所以它在直接卖生果的话 是很困难的 然后再来就是水果 还是有它保存的限制 所以它没办法一年四季都吃得到 所以我现在就看好